观众们大家好 今天要讲的是越战老兵被恶霸反复欺负 任务客人最终拿起猎枪踏平黑暗的故事 天狗 战斗英雄对战村民恶霸 有多曲折 今天我们就一起见证一下 天狗是越战上的奋勇杀敌的英雄 在上一程战役中 他牺牲了54名战友 天狗虽然保下一条命 但却被打残了一条腿 复原后被组织照顾 安排到偏远的国有林场 盼原村到护林园 天狗带着媳妇桃花和孩子秧子 坐着大巴一路颠簸来到盼原村 刚到村口 村民敲锣打鼓 一片热闹欢腾景象 村民殷勤地唱山歌赞美着天狗 热情洋溢地欢迎天狗全家 这种礼遇是天狗一辈子都没见到过的 桃花与天狗都腼腆地笑着怪不好意思的 当天给他们家送礼物的乡民 络绎不绝 把天狗家门槛都踏烂了 天狗两口子拦都拦不住 乡亲的淳朴善良 让天狗一家感动不已 认为自己来到一个值得用心守护的好村子 天狗思想觉悟高 不贪财 当晚认真记下礼物清单 想着往后一定要还人情 桃花对天狗说 咱们两人工资加起来两百多 当个护林员还不错 如果我们早来两年 电视冰箱都有了 整个家庭都沉浸在幸福快乐当中 第二天 天狗一大早去寻山 树林里枝叶茂密 绿树成荫 阳光透过树枝的间隙扑屑下来 映照在天狗的身上 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心境 天狗如痴如醉地欣赏着这里的美景 这里一干旱少雨 能长出这么多参天大树 真是奇迹 看着树木纷纷主干挺直 移动不动 就像战士一样守护着这里的大山 他无比喜悦地继续走着 忽然 眼前的一幕让他吓到了 林子中 大片的粗壮树木被砍伐 大量的树桩暴露在山上 令人触目惊心 天狗心情顿时沉重了起来 他终于明白 村民为什么对他那么厚爱了 就在这时 村长找到桃花 对他说 你们以后有什么困难跟我说 还悄悄塞给秧子一个红包 好像一家人一样 傍晚 桃花用喇叭反复大声喊天狗吃饭 他都没有回应 桃花和儿子吃完饭 他才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家 一晚上没有睡好 他表情凝重地对媳妇说 村民们送俺们一根葱 明天就找俺们要一棵树 第二天一早 他和媳妇推着三轮板车 把乡亲们送的礼物推到村长家门口 而且哭口婆心贴了告示 写着天狗以后不收乡亲们的物品 天狗跟乡亲们说 以后不要再砍树了 山上的蘑菇君子都熟了 可以采摘卖钱 乡亲们面无表情地听了这些话 个个脸色都阴沉了下来 天狗好心跟乡亲们解释国家政策 乡亲都麻木不仁 一句话不说 等天狗走了 乡亲们纷纷拿回自家的物品 一个圆脸村民摔碎了鸡蛋 红着脖子指着天狗骂 不知好歹 天狗一下子成为了乡亲们的公敌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事情远没表面这么简单 在盼原村 最有钱有势力的孔家三兄弟 就是靠伐木盗林发家致富的 并在村里欺压老百姓没人敢管 势力极其强大 孔家老二想收买天狗 只要天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就立即能成为万元户 孔家兄弟请天狗喝酒吃饭 在饭桌上 天狗抹着眼泪 回忆那场全三连124人 最后倒下54个人的惨烈战役 国家资源是他们用鲜血 与生命誓死捍卫的国家财产 不是属于个人私有的 别再偷偷砍伐树木了 孔老三当时就翻脸 骂天狗不失抬举 眼看软得不行 孔家三兄弟捉摸着来硬的 天狗走出了豪华的孔家大宅子 遇见虎兹与姐姐在三龙碑下哭泣 便询问原因 原来八岁的虎兹在孔家三龙碑下撒了一泡尿 孔家老三认为 虎兹破坏了孔家的风水 要虎兹在碑前罚站一夜 虎兹的爷爷心疼虎兹 担心这小娃子站一夜身体受不住 但他又敢怒不敢言 哭丧着脸 垂头站在那里 不知怎么好 天狗替虎兹说了几句公道话 彭老二看在天狗的面子上放了虎兹 看到孔家三兄弟欺压百姓 连小孩都不放过 天狗心里压抑着怒火 次日天狗去寻山 带上了儿子秧子 儿子自豪地跟着爸爸在林中 迈着军人的步伐 天狗指着这一大片森林对儿子说 这片森林就是不对 这棵最高的最粗的树就是司令员 天狗神圣地仰望着大树 感觉自己身上的使命更重了 这时 孔家二兄弟带着城里的买家正在测量树木 毫不把天狗放在眼里 天狗死死地盯着孔家二兄弟 一颗忠肝义胆的心在熊熊燃烧 手上的枪把握得更紧了 可是他没有轻举妄动 因为儿子就在身边 盼原孙天汉烧鱼 全孙就靠一口水井生活 孔老三命人 在水井上搭了一个木房子 还请人看管水井 不允许天狗一家去挑水 由于断了水源 天狗只得买可乐作为饮用水 小卖部老板在孔家兄弟的缩食下 坐地起价 两块五的可乐 卖给天狗三块五一瓶 这一瓶可乐 就抵得上天狗一天的工资 桃花不得已用可乐做馒头 儿子吃的都不想再吃了 全家用毛巾沾可乐擦脸 脸上都是黏乎乎的 就这样过了好几天 天狗一家都没有喝上水 桃花和儿子忍无可忍 冲进村长家 抱起一碗水就喝 一碗水是一饮而尽 儿子还说 给爸爸带一点水 桃花用村长家的盆 给儿子洗手洗脸 村长的老婆看不惯 与桃花争吵起来 辱骂桃花水性洋花 桃花气不过 扇了老村长老婆一耳光 两人抱着一团 牛打起来 打得难分难结 一会儿院子里 挤满了看热闹的村民 村长好不容易把两人分开 此时的桃花 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 看他这样 村长面对愧色地告诉桃花 吃水的事情 他也做不了主 第二天 天阴沉沉的 天上忽然打起了雷 眼看就要下鱼 可是等了老半天 老天没下一滴鱼 事情逼到这个份上 天狗想向县里汇报情况 天狗找到清禾 要了几张邮票 用口水舔湿了邮票 将邮票撕死地按在信封上 请求清禾帮忙把信寄到县里去 清禾劝他 赶紧走吧 不要再回来了 不要再管这里的事情 你呀 这是跟全村人作对 但天狗是忠肝义胆的抗战英雄 现在怎么能临枕脱逃了 被逼得再苦再难 也为国家守护这片森林 天狗到孔家质问孔老三 凭什么不给水喝 孔老三指着天狗羞辱骂道 你这个狗子不识抬举 你迟早要服软 天狗一拳一拐地走至孔老三的家 他不但不服软 而且脱着疲惫的身体 在野地里不停地用铁棍砸着土地 希望能从土地里挖出水源来 孔老二阵天狗不在家欺骗桃花 说帮他们办了城市户口 还叫桃花晚上去打水 不要告诉孔老三和天狗 免得起争端 桃花单纯信以为真 晚上桃花去打水 孔老二看到桃花 立即扑了上去 动手动脚 孔家走狗还叫来看守水的老头 让他目睹这一切 想借老头的口 败坏桃花的名声 桃花受到惊吓 奋力反抗逃脱了魔掌 狼狈不堪地逃回了家里 心里又恨又气 一观不准地哭泣着 而孔家兄弟却在家中 金金有味谈论孔老二 羞辱桃花的事情 天狗在野地里挖了一天的水源 直到深夜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地里终于冒出一股清水 天狗赶紧捧着喝了一口 润了润他干裂的嘴唇 这一天不停地挖水 他的双手早已磨烂了 他赶紧笑着回家 告诉桃花这个好消息 桃花面无表情 天狗递了一杯水给儿子喝 受到刺激的桃花 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情绪 打翻了水杯 第二天 天狗随着虎刺他爷爷的旅车 赶往县城报告情况 在路上忽然间扬起一阵沙土 孔家兄弟的汽车停在了旅车前面 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作恶多端的孔老大 大模大样地教育天狗 要他换一种活法 都为自己家人考虑考虑 孔老大一番话后 坐在板车上的虎子又小便失禁了 虎子与姐姐正要去城里看病 天狗镇定不懈地看着他 满眼的鄙视 孔老大骂骂咧咧地 坐着车子嚣张地离开了 天狗担心妻儿的安全 于是拜托虎子姐姐帮忙把信寄到县里去 天狗心中想着一定要除掉这些恶霸 回到家 妻子实在忍受不了 要求天狗一起搬回老家 还骂天狗是窝囊废 天狗甩手打了桃花一嘴巴 桃花气急 背着包拉着秧子要走 儿子哭喊着要爸爸 但他还是被桃花拖走了 天狗望着妻子与儿子的背影 眼里含满了泪水 到了决战的时候了 孔家三兄弟和小卖部老板设计陷害天狗 叫来一群村民当帮凶 孔老大叫当兵出圣的清禾拿铁棍去打天狗 清禾被被无奈 痴痴不敢下手 这时孔老儿趁天狗走神的当下 用刀深深的捅见了天狗的后背 天狗随即倒下 在利益的驱使下 村民各个手里拿着棍棒 把天狗围在中间 他们全怼他拳脚相加 每个人都是大声喊着 打死他 打死他 天狗被打得浑身是邪 身中多刀 数处骨折 就连左边的肾都破裂倒在地上 但麻木的村民远远看着根本无人相救 一个越战老兵 为士兵的光荣流血流汗的人 如今却被这样欺负 谁受得了 没有任何人能阻挡他的复仇 夜里 深夜里的三枪响 打破了寂静 村民们一个个被惊醒 出了什么事情 谁能相信 在身受重伤 生命垂危的情况下 天狗沿着五公里山路爬到山中 看着孔家三兄弟 在肆无忌惮地砍伐树木 天狗怒火攻心 用一把旧的汗扬造的枪 完成精准射击 八秒内就射杀了村里的霸主 孔家三兄弟 打完最后一枪 晕倒在森林中 这件事情 引起来县里的高度认识 县里派了两名贬衣进行调查 同时 县长也在去村子的路上 天狗为何 又要开枪打死孔家三兄弟 村民们个个都心知肚明 却没有一个人敢说出来 县长来到村里 此时 县长正在与一群人斗地主 贴王吧 县长质问他 上期发放给天狗的救济物资 为什么没有发放下去 县长门口谎言 根本不说实话 县长调及县长 村长一起开会讨论案情 县长默不作声 村长也不敢说实话 这时 有人递给村长一张纸条 村长得知 三兄弟全部死亡后 终于按捺不住 这么多年当走狗 被人欺压的屈辱 义愤天鹰地道出 孔家三兄弟的恶行 将事情一切前因后果 说了出来 天狗在医院里抢救 虽还有生命 但已成为植物人 桃花饱含深情 对着丈夫说了一句话 天狗 你是最牛的 桃花是深爱着他的 十二年后 秧子长大 同样成为了一名军人 他充满爱意 与尊敬地 冲着爸爸深情一笑 向爸爸行为一个军礼 晶莹的泪珠 从天狗眼角流淌下来 他知道儿子 继承了他的职业与信仰 维护正义 报家卫国 天狗改编是 矛盾文学得疆者 张平著作小说 凶犯 天狗代表着正义的力量 生死在黑暗的天空 要知道 天狗的存在 人们将永远相信 未来是美好的 最后 天狗是一部难得的 主旋律佳作 主演富大龙 凭借这部电影 获得第26届 中国电影金纪奖 最佳男演员奖 导演七届 获得金纪奖 最佳导演奖 可谓凭借本电影 获得满盘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我 带您看更多经典电影